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都说寸头男驾驭,可理线穿皮衣留寸头男人味十足,一点都不丑。 有人说,男生很适合穿皮衣这种服装,毕竟最开始皮衣的定位就是男性服装。 即使现在变为无性别以及中性服饰,可男生穿着依然会有不同的韵味与魅力。 那种干练,潇洒与帅气,既能凸显出一个人的气质与气场,还能穿出不一样的时尚感。 同时相比较女生的柔和,男生穿在身上是有形有范,带着一些男人味与硬朗feel。 虽然皮衣总是被人称作是老干部单品,可在某些瞬间,他在穿搭上依然能够展现出不俗的品味, 穿起来的样子也都很时髦很精致。就像李现的穿搭那样,一袭皮衬衫加身,虽然很基础的款式。 却体现了男人味,凹出牙皮造型还很帅气,那么从中也能看出。 李现真是行走的荷尔蒙,穿皮衣留寸头太牙皮,男人味也足。 不要总觉得皮衣是很单调的存在,它是时尚舞台中缺衣不可的服装,同时不管是皮夹克,皮外套还是皮衬衫等等, 都能塑造出不同的亮点,穿搭上也都会很别致。 所以谁说男生穿皮衣像老干部?时髦的男孩子学李现这么穿。 男人味十足,同时还会显得很有气场。 皮衣的挑选建议。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。 关于皮衣的形式与款式真的有很多种,其中皮风衣,皮棉衣,皮夹克以及皮衬衫等。 都很适合大多数的男生穿,很有亮点也很有气质。 同时适当解开一颗钮扣的穿搭方式,不紧了不束缚。 若是没有太多的需求,皮衬衫在穿搭上就很别致,适合男生穿。 还显得很硬朗帅气,即使是有些肉肉的男生穿着,也都会很显瘦。 避免太花哨的颜色。 针对现在的皮衣来说,它的色彩也是蛮丰富的,各种各样的彩色加持。 也都赋予了服装更多的亮点,同时穿在身上也十分有焦点。 虽然有时候在服装的色彩上更倾向于浅色,可不建议选择太亮的色彩。 就像红色、绿色以及黄色等,会显得有些违和,尤其是加上亮面皮衣。 会放大身材线条,穿搭也很夸张显胖,因此还是要谨慎选择。 如何把皮衣穿出精致感? 注重服装的穿搭比例。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,皮衣如何穿出时尚感? 或者怎么穿才能更精致? 其实大家只要掌握一个穿搭原则就好,例如塞衣脚的方式。 这样视觉上就能形成出穿着的比例,也会拒绝五五分的身材。 相反缩短上身延长下身,打造出完好的六分之四分形式,让大长腿更加明显。 那么在穿搭上就会很显高,矮个子男生一定要get。 全黑穿搭更酷更有范。 此外,对于不会搭配的男孩子来说,没有什么是比全黑穿搭更酷的穿着方式了。 凸显出形男不小的时尚感。 视觉上看也很高级有范,重点是全黑穿搭很萨,所以也能看出。 都说寸头男驾驭,可里线穿皮衣留寸头男人味十足,一点都不丑。 不同的皮衣穿搭示范。 黑色皮封衣加黑色长裤。 在秋冬的季节中,皮封衣就是粉末登场的时候。 中长款的版型是很多男性都会选择的长度,凸显型男魅力还很有范。 重点是这种版型真的不挑剔,无论是什么身高或者什么身材,都能轻松地驾驭起来。 搭配白色衬衫以及黑色长裤,基础款穿搭却显得十分高级。 体现出满满的型男气息,穿着上也很有韵味,气场十足。 黑色印花皮衣加棕色衬衫。 皮夹克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单品,尤其是黑色皮夹克。 几乎成为了无性别单品。 男生女生穿都会显得很别致,不过为了避免黑色皮夹克在穿着上的单调感。 加入了五角星的印花,撞色很吸睛不沉闷,看起来很个性。 搭配一款棕色衬衫以及蓝色牛仔裤,色彩的加持也避免了沉闷感。 穿起来时髦又好看,还显得很大气。 黑色皮外套加黑色脸帽卫衣。 冬天里,皮外套成为了很多时尚男生穿搭的首选,宽松的外套加上亮面低材质。 个性十足还能塑造出腔调,显得出穿着的潮泛感,还很时尚。 内里搭配黑色脸帽卫衣,同位黑色系穿搭,却没有沉闷感。 日常这么穿也很合适,不会搭配的男孩子GAP起来。 所以皮衣真是男女皆可穿的服装,看理线的皮衣穿着。 男人味十足,不管怎么穿都好看,很有范。